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我们之前有一段影片讲到 英国德国两个国家正在备战 那么一场世界大战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其实现在整个国际局势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那么之前我们讲是因为俄乌战争 很可能导致俄罗斯总统普京铤而走险 让一场欧洲大战可能提前爆发 其实有关这个有可能发生世界大战 绝不只是俄乌战场上的形势会影响全世界 包括台海的局势南海局势也会影响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以哈战争 很多人觉得以哈战争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 还有巴勒斯坦的一个武装割据的政权哈马斯 大不了背后就有个伊朗 那么为什么这场战争会有可能会扩大呢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讲了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其实在这场战争当中都没有站在哈马斯的一边 他们也在等待以色列消灭哈马斯 让未来中东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提到的新的中东的经济走廊 是个非常重要的欧美国家的一个战略 那么为什么现在说以哈战争也有可能会变成一场 扩大化的战争呢 我们来看相关的新闻 最近有关以哈的谈判有很多很多消息 这个消息可以说一天三变 那么最终现在尘埃落定了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就是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哈姆丹 在黎巴嫩发表讲话 你看在黎巴嫩发表讲话 这就是哈马斯这些所谓的领导人 他们就是自己在黎巴嫩 在这个卡塔尔在地方花天酒地的生活 然后前线的哈马斯战士呢 在为着他们的所谓的圣战的目标 在天天的流血 这位高级官员哈姆丹 在黎巴嫩发表讲话说 除非以色列明确表示 两个条件啊 永久停火 然后从加沙地带全面撤军 否则哈马斯不会同意双方 被扣押人质的交换协议 其实这是个停火协议 因为以哈现在打来打去呢 在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看来呢 以色列清剿哈马斯过程当中 造成了太多的平民死亡 在道德上给西方国家 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 美国觉得如果要消灭哈马斯 其实有很多很多办法 比如说擒贼先擒王 他可以向以色列提供一些 哈马斯首领的一些相关情报 然后呢以色列用斩首的方式 把这些哈马斯的领导人 把他给除掉 那么现在整个加沙已经打烂了 如果能够把这些哈马斯的头目除掉呢 哈马斯组织呢也就坐鸟受散了 这样中东也就可以实现和平了 但是以色列人呢 对这一点是不同意的 他认为巴拉斯坦上的阿拉伯人 大部分在哈马斯的统治 这几十年当中呢 他们都形成了极端的伊斯兰主义思想 如果不把这些哈马斯的战事 给清理掉的话呢 他未来这些战事当中 还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恐怖组织的领导人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欧洲国家包括美国 跟以色列之间呢 是有分歧的 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 他战事内阁呢 内部也发生了这个分裂 就是以后在清剿哈马斯之后 加沙地带要如何处理 我们知道这个根源在哪里呢 根源在联合国决议 决定在巴拉斯坦地带建立两个国家之后呢 以色列建国了 巴拉斯坦没有建国 因为他们不同意联合国这个决议 所以我们看待以哈问题 我们首先要知道 在巴拉斯坦地区生活的阿拉伯人 是不支持联合国决议的 所以在以色列建国之后 他们首先发起了对以色列战争 并且得到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这就是所谓的以哈冲突 最历史的根源 当然接下来在六次中东战争过程当中呢 阿拉伯人打一次输一次 打一次输一次 所以以色列就不断地蚕食巴拉斯坦国 就是联合国划分的领土的范围 建立了更多的殖民点 所以现在巴拉斯坦的领土呢 有很多被以色列给占领了 那么如果双方停火的话 即使哈马斯被消灭的话 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联合国决议当中 划分的巴拉斯坦跟以色列领土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当中呢 也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的理念呢 跟那个巴拉斯坦人的 什么从河流到大海 这种极端思想呢 是一样的 说穿了 大家都想独霸巴拉斯坦地区 所以像内塔尼亚胡这样的 比较倾向于极右派的总理 跟他内阁当中一些温和派的犹太人呢 就会发生了在政策上很大的不一致 所以以哈战争呢 才会打到现在 产生了这么多的矛盾 从目前看来呢 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 存在长大的分歧 因为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 而哈马斯呢 提出的和平条件是 第一你马上停火 第二你马上撤军 并且这个停火是永久的 只能我打你 你不能打我 你打我的话呢 就是你违反和平协议 这种这么幼稚的想法 犹太人当然不会接受 所以说哈马斯的政治局的主席 这位哈尼亚 我没记错的话 他住在卡塔尔 他说除非以色列全面停止侵略 完全撤租和交换囚犯 就是以色列第一你停火 永远不要打我 只能我打你 第二你撤军 整个加沙地带 每一个以色列士兵 都要撤出去 然后把你抓我的 哈马斯的成员全部放回来 让我重新组建军队 找一天我高兴了 我就可以打你 所以现在以色列 跟哈马斯之间的谈判 可以说彻底破裂了 这也令到美国总统 拜登很失望 因为他本来推啊推啊 一直推 推一个双方的停战协议 但是推到现在 拜登的和平协议 基本上被哈马斯完全否决了 以色列也不同意 拜登的和平协议 所以拜登现在面对以哈战争 接下来美国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拜登仍在欧洲 但是他必须要分一部分精力 来看看以哈战争 接下来是怎么发展 以色列国防部长迦兰特 他直接说 他说任何以哈马斯的谈判 都只会在炮火下进行 就是说谈判归谈判 停火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以哈战争处在一个 对哈马斯不利的状态 但是呢 从国际舆论上说呢 又对以色列不利 以色列现在非常坚决 他不断地在加沙地带 清剿哈马斯 并且呢 他开始在北部 跟黎巴嫩的珍珠党民兵 开始在作战 那么这个作战 清剿哈马斯的这个战争 有没有可能扩大成一场 更大的战争呢 那只要看在中东地区 所存在的力量 我们知道哈马斯 这是为什么在10月7号 会袭击以色列呢 背后一定是伊朗 伊朗在怂恿哈马斯 发动了一丝恐怖袭击 并且这场恐怖袭击 我个人认为 是除了911 就美国的911事件以外 最大的一场恐怖袭击 因为它让以色列死亡了上千人 那么现在伊朗 喜不希望以哈战争打下去呢 伊朗当然希望 因为如果哈马斯被清剿的话 美国在中东的新经济走廊计划 如果建成的话 它有一个直接的后果 就是以色列跟周边阿拉伯国家 将会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伊朗在这个地区 本来因为教派的这个冲突的问题 它就跟周边阿拉伯国家 已经有非常深厚的矛盾 如果以色列跟这些阿拉伯国家 站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的话 伊朗将会更加孤立 所以伊朗当然希望 哈马斯继续打下去 而伊朗如果要哈马斯继续打下去的话 它必须做到一点 它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在哪里呢 伊朗目前当然是指望 俄罗斯跟中国这两个国家 好 在这个时候 俄乌战场上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我们在另外一期节目里面讲过了 就是现在乌克兰可以用西方援助的武器 直接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这对普京来说可以说产生了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说普京最近有个表态 这个表态我们来看 虽然你看起来是他针对乌克兰的西方武器 袭击俄罗斯本土的表态 但是这个表态跟中东的局势有密切的关联 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观看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我们先看普京怎么说 普京6月5号的时候 他说俄罗斯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远程武器 以打击西方的目标 作为对北约盟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回应 普京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你们允许乌克兰用你们的武器攻击我俄罗斯本土 所以我现在考虑要向某一个国家提供武器攻击你们西方的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一下 看普京能够提供武器给哪个国家而攻击西方的目标呢 现在普京的盟友无非就是中国 伊朗 北朝鲜 提供给北朝鲜攻击南韩 有没有可能呢 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的这北朝鲜的导弹虽然是这个比较低端 但是呢 他如果以现在的导弹攻击南韩甚至攻击日本 北朝鲜是做得到的 他不需要俄罗斯提供武器给他 那么中国吗 中国会不会需要俄罗斯提供导弹给他来打击西方的目标呢 也不需要 中国有东风快递 中国的军事实力跟俄罗斯相比 在中国看来要比俄罗斯强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俄罗斯提供武器 更况且现在俄罗斯急需中国向来提供武器 排除了北朝鲜排除了中国之外 就剩一个伊朗 他只能提供武器给伊朗来打击西方的目标 那好了 他如果把这个 比如说中程导弹提供给伊朗 可以携带核弹头 他能打击什么样的西方目标呢 伊朗周边 基本上都是阿拉伯国家 那些不是西方的目标 唯一的西方目标就是以色列 所以说如果普京真是说到做到 给伊朗提供一些更加先进的武器 更加先进的导弹 他只有一个攻击目标 就是以色列 那么如果伊朗真是胆敢用俄罗斯导弹 攻击以色列的话 中东战争一定会扩大 这里面扩大的意味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和北约必须在伊朗身上 投放更多的军力 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也有可能加入美国的联军 对伊朗发动进攻 伊朗有这个胆量吗 我觉得伊朗没有这个胆量 只不过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了威吓西方 所以他放出了这样的一个威吓 但是伊朗以他自身的战略利益来说 他丝毫没有这种能力 伊朗的总统不是因为直升机坠毁身亡了吗 现在有个代理总统 据说现在网络上传说 这个代理总统说 我们准备跟美国和解 其实伊朗不是没有跟美国和解的这种意愿 只不过伊朗的内部也是有这个强硬派 也有温和派 那么所以现在温和派提出要跟美国和解 其实伊朗跟美国正在进行所谓间接的谈判 就是在卡塔尔或在其他地方 伊朗先跟一个国家的外交官谈判 这个国家的外交官 再把伊朗的信息转给美国 然后美国再一个回应给第三国的外交官 第三国外交官再给伊朗 这就是间接谈判 有没有可能美国跟伊朗直接谈判呢 我认为肯定有 但是这个谈判很可能是不公开的 先是秘密的谈判 然后秘密谈判到一定程度之后 双方有一定的共识 伊朗跟美国才会进行一个公开的谈判 那么什么促使伊朗愿意跟美国谈判呢 因为伊朗也知道 它被美国制裁之下 它的经济发展 一定一直没有办法有个正常的发展 而现在如果在中东 美国跟以色列团结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话 这对伊朗来说 是一个更加大的战略威胁 如果伊朗这样硬撑下去的话 那么有可能那些本来在教义上 跟伊朗就有你死我活的关系的这些国家 会不会趁机对伊朗来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呢 伊朗如果想避免这个灭顶之灾的话 那么中东的和平对于伊朗来说 或许是另外一个选择 所以说 如果俄罗斯真是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话 我个人不觉得伊朗有这个胆量 当然普京的话讲得非常重 他说西方最近的行动 进一步将破坏国际安全 并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将标志着西方国家 直接参与了跟俄罗斯联邦的 战争 如果他们认为这类武器运到战区 对我们的领土发动打击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 向世界上一些地区提供同类武器 用来打击这些国家的敏感设施呢 我想普京可能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选择中东的一些恐怖组织 给他们提供武器 可能对美国 对西方国家的一些战略目标发动袭击 普京讲完这句话之后 美国目前我还没看到反应 但是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腾贝格 反驳了俄罗斯的警告 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讲这些话 不是什么新鲜事 长期以来 每次北约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普京都会试图威胁我们不要这么做 意思就是普京你说会说 我们根本就不怕 我们说伊朗同他自身实力 他不敢真是拿俄罗斯的武器 去攻击以色列 他也知道 以色列真要跟他全面开战的话 伊朗未必能够 在这场战争当中能够活下来 但是除了伊朗不愿意冒险之外 难道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会冒险呢 比如说巴勒斯坦 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背后是伊朗支持的 但是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 所以我今天非常奇怪 在美国在世界各地 那所谓抗议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他们真是有没有搞清楚 你支持的是巴勒斯坦吗 现在跟以色列作战的不是巴勒斯坦国 是巴勒斯坦底下的一个歌剧武装 所以最近正统的巴勒斯坦国的总统阿巴斯 终于开口讲话了 阿巴斯才是巴勒斯坦政权的正统的合法的代表 阿巴斯说什么呢 阿巴斯之所以发表这个声明 是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最近发表一个声明 支持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可能是不是有什么纪念日吧 三个月纪念日半年纪念日我不知道 反正哈梅内伊因为发表了这个言论 所以就把这个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给惹火了 他在6月4号对这个伊朗发出了尖锐的批评 阿巴斯说什么呢 他说巴勒斯坦人是这场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哈梅内伊所表达的政策 不符合巴勒斯坦民族的目标 这说明伊朗试图让巴勒斯坦人沦为牺牲品 我真是希望那些正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在支持巴勒斯坦 在抗议以色列人听听阿巴斯讲什么 这才是巴勒斯坦政府的合法代表 而不是那个恐怖组织 不是那个武装割据的政权 阿巴斯的这个言论是由以色列时报 还有阿联酋的国民报所报道的 现在据说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些教科书里面 或者一些文圈当中 有关反以色列的言论已经悄悄地删除了 就是这些国家开始跟以色列 已经做好了关系正常化的准备 包括阿联酋的国民报 也报道了阿巴斯这番言论 阿巴斯是在回应哈梅内伊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他说巴勒斯坦人不需要 不符合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愿望的战争 巴勒斯坦人成为了以色列 报复10月7号袭击的牺牲品 阿巴斯指着说 哈梅内伊的言论明确地表明了 他们的目标是牺牲巴勒斯坦人 牺牲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妇孺的鲜血 并且摧毁巴勒斯坦的土地 以达到伊朗的战略目的 阿巴斯把现在以哈冲突的真实的真相 告诉了公众 我希望那些人能够听得进去 阿巴斯说 巴勒斯坦人民已经战斗和奋斗了100年 战斗和奋斗了100年 联合国决议出来之后 以色列建国有100年吗 没有 也就是说巴勒斯坦在英国人殖民统治的时候 阿拉伯人就已经在奋斗 阿巴斯说 他们不需要战争 因为战争不符合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愿望 听好 画面这一句非常重要 也不符合保卫耶路撒冷 及伊斯兰和基督教圣地的愿望 你看 阿巴斯就是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的领导人 他说 保卫耶路撒冷及伊斯兰和基督教圣地 他承认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这也就是联合国决议当中 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的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政策的方向 阿巴斯的讲话非常的激烈 但是我们从阿巴斯讲话 我们看到什么呢 这场以哈战争的起因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 而不是以色列要侵略加沙地带 而这场战争的背后就是伊朗在推动的 伊朗为什么推动这场战争呢 我们从整体的国际局势来看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战争 我们看到今天俄罗斯 中国 伊朗 北朝鲜作为一个同盟 那么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同盟的话 我们也同时可以知道 伊朗去撤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进攻 是整个国际局势变化的其中一环 因为这里有以哈战争 西方国家的力量就会从印太 就会从欧洲要分散注意力 就要分散他们的力量 这才是以哈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所以说今天无论是伊朗的态度 还是俄罗斯的态度 他们都想让这场战争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但是从伊朗现在国内的政治局势的变化 我们看到以哈战争可能未必能够符合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想法 让它扩大 但是如果这里不能扩大的话 那么我想普京剩下最后一个选择 就是让俄乌战争扩大 甚至让印太产生一场战争 才能救他岌岌可危的政权 才能挽救他岌岌可危的败局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